专业律师如何处理婚内出轨 婚姻是需要经营的 而面对二加一破坏了你的婚姻 你更需要维权 我的律师朋友给我的专业建议 第一就是不声张 收集证据 聊天记录录屏 小微转账记录 到到自己的邮箱 重大的金额 520 1314之类的转账都要备份 第二 你找个理由暂时带孩子离开 可以是到娘家过几天 或出去旅游几天 让老公和二加一来放松警惕 可以拍到或收集到更精准的证据 例如拖拍到两人在地匠世界 吻牵手之类的照片 第三 通过保证书和婚内财产协议来保护自己 将婚内财产约定为自己所有 也可以通过协议来看看老公的诚意 记住财产协议不需要公正 双方按上手印即可 至于忠诚协议 什么我以后再也不犯了 这些都是没有法律意义的 第四 将财产的元件收集到手里 将老公的所有银行卡卡号 股票或其他的理财账号 查个明明白白 第五 找个适当的时机 拿着保证书 跟婚内财产协议跟老公谈 如果老公没签字 那诚意不足 很难挽回 就去法院申请财产保护 第六 如果都考虑好了 要真是走到了领开心症的那一步 凭借你掌握的婚内过错证据和财产协议 你有机会将渣男和二加一给先翻 无论婚姻走到哪一步 你最不需要的就是哭诉 委屈和痛苦 而你最需要的就是你擦干眼泪 面对现况 找到解决的办法 这也许是你重生的一次机会 如果你在婚姻里有任何的难题 让我来帮帮你